各位網友,大家好,麻煩吳仔 這一節,就講講朱玲玲再做阿嬤 他們的雜誌是喜歡說這些,甚麼再做阿嬤 阿嬤正在做的,怎樣再做呢 其實就是說,媳婦生了兒子,不過是秘密產子 為甚麼是秘密呢?你們有所不知 我在大陸的網上找到,說真的不知見還是留的 因為我不知道 原來朱玲玲之後的老公和兒子是不和的 結婚也不請老爸 我們在網譯號證文那裏找到原文出來 嘩,厲害了,豪門也是這樣 不知道老爸有沒有錢婚,有錢仔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這些秘密 朱玲玲的新聞是很厲害的,每次都很多人chau 所以我不想做娛樂習近 一做娛樂習近一些事情都不知怎麼辦 然後後來他說,媳婦秘密產子,為何要這麼秘密 原來是父子不和的 就是他的老爸和媳婦的老公 即是他的兒子 她說,結婚不請了老爸 你問我結婚不請老爸 可能那些世俗的人就會覺得 不孝 如果我說真的 有一天我結婚也不請老爸老母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這是真心的 因為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但是人家是大家族 你的錢就下了你的袋子 你不跟老爸這樣 錢你不愛嗎? 他好像真的不愛 我看到內地的文章轉載 他老爸想叫他回來 做家族生意 搞不定要找女兒來搞 為何這麼禮計 是不是好事來 這宗64歲 朱玲玲 別人給她面子叫做最靚港姐 那誰才是最靚港姐 李家欣又是最靚港姐 朱玲玲又是最靚港姐 郭善妮又是最靚港姐 誰才是最靚 各法各眼 他說他其實都是 上年有跟老公高調出現過 在TVP55周年的晚宴之後 很少見他們 通常出來都是那些宴會 他說 那個羅康瑞 現在的老公 不是霍家 霍震婷 現在的老公叫做羅康瑞 和朱玲玲 和前度有生了子女 其中羅康瑞和前妻叫做何貞潔 生了兒子叫做羅進成 2019年結婚 結婚那段不請老爸 這麼厲害 和我太太 就是兩三年的二人世界之後 說上年 這個Joyce有了寶寶 不時曬出印照 都非常優雅 說他的樣子 報紙很好笑的 那些報紙說新聞的年輕人 那張圖出 他老婆明明是小默色肌膚 皮膚都保持著白滑 這份稿哪有幫你寫的 現在是玩笑的 明明是皮膚黑的 都很白滑 我們真的完全不看 那個人是什麼人種 這個差不多是有色人種 一個人白也有 搞笑嗎 說這個媳婦 原來已經生了兒子 朱玲玲又再榮聲媽媽 但是會不會連孫兒子都不讓他看呢 因為看到 在內地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那個羅進成 就是他剛剛生了BB的媳婦的老公 他說老爸身家過百億 他拒絕成計 哇 嚴淺聲 真是嚴淺聲 結婚呢 也不聘請老爸 為什麼呢 嘩 如果我老爸有幾百億的話 聘請嗎 聘請 為什麼不聘請 我說我一輩子 我最想做的就是做二世祖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是啊 那有什麼辦法呢 唉 真是可憐 那不是因為錢不錢的問題 如果我純粹愛情 我不說錢 我覺得愛情是兩個人的事 不過如果你說 嘩 這麼大盤生意 過百億 你又嚴淺聲嗎 那關係會好一點點 是啊 不同的 真的不同的 是啊 好像很視窺 不斷視窺 你問心你自己是不是這樣 不過可能你沒有錢 你都會請老爸 有些人覺得應該的 我覺得 請嗎 請 真的 說真的 沒有這些事情 完全沒有這些事情 說到這個男生 朱玲玲的 叫做 埃仔仔 他說 在澳洲低調舉行婚禮 沒有被傳媒報道 他說誰都想不到 他說當時這麼大的婚禮 他竟然是香港大富豪羅康瑞的親生兒子 那怎麼樣 羅康瑞身家是17億美金 嘩 人民幣108億 港幣接近120億左右 這麼有錢嗎 嘩 百億身家 兒子也 這麼厲害 他做到的事情 我也做不到 不知道可能我也是這樣 不過因為我沒有試過有錢 我沒有試過做這個 還有一個富豪子 所以 我自己想的 可能我有的時候 我也不覺得是什麼 可能跟我現在一樣的想法 也不一定 百億富豪的兒子 搞婚禮是不是應該要大排現值呢 我講到羅晉成的婚禮 簡單 他說幾乎連普通人都不如 要多大排 要怎樣 幾個電視台直播 你又沒有這樣的本事 對不對 你以為你是萬子娘嗎 你以為你是父星嗎 以後誰一定有 馬國明有 肯定你放心 還會是高收視節目 我猜到猜到是這樣 不可思議的 作為親生的父親 父親竟然不在場 新郎敬酒 新娘敬酒 就有羅晉成的媽媽 前妻在 整場婚禮就是他媽媽 一人操刀 一手包辦 似乎真的有點心病 他說兒子結婚的父親不出席 是不是有大問題呢 這個報道肯定是 對於羅康瑞兩父子來說 不足為奇 因為他們早已很少往來 甚至差點斷絕父親關係 父子關係 不是吧 有沒有這麼嚴重 為什麼呢 羅晉成還拒絕成繼的父親家業 對父親手中過百億的錢 唉 不要你的錢 不過很難說的 很難說的 你說過百億 過百億也是數字 幸好我們的肉身 是會吃得飽的 如果你說吃也不飽 我想有勁有錢的人 不斷吃 窮人吃這麼多 有錢人吃這麼多 不過這些料貴一點 他媽媽和他離婚的話 分他的賤養費 那裏都不是一兩億的事 如果你是過百億資產 那是怎樣 如果我媽媽疼你 你都是億萬富翁 那老不老爸的過百億 無關一身輕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可能小時候 怎樣不喜歡他爸爸 你看之前美麗戰場 方力申也不喜歡姜大衛 是你愛死我媽媽 那些事情 我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嚴重 他媽媽還生歐歐 在那裏 是不是 可能怎樣 對他什麼 那些他們父子才知道 竟然這個世界 有人跟錢過不去 不過這樣說 我覺得一億和一百億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你問我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這個羅俊成放棄百億財產的背後 又有什麼原因呢 這個富二代 是不是因為 有什麼原因 有什麼問題 究竟是你父子 說到他爺爺 就已經一早是這個十大富豪 叫做羅英石 羅英石 就是他爺爺 就出身泰國豪門 羅氏家族 所以這個羅俊成 上幾代已經有錢人 是不是會富不過三代 生多過才知道 暫時他還是很有錢的 那說羅家 就不是非一般的創業基因 他說羅英石 老爸的一輩子 在泰國開銀行 嘩 那說 朱玲玲的老公 是特地跑來香港創業的 就打自己的江山 對 他說羅英石的四兒子 羅康瑞 是四子 也是跟兒子一樣 就不承繼老爸的家業 就是他生的兒子 其實跟他的基因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羅康瑞 是沒有承繼到羅英石 即是他父親 而他的兒子 也沒有承繼到羅康瑞 這個 似乎都是遺傳 好了 不過 不過這樣 這個羅康瑞 是問老爸 借了十萬元開公司的 是這樣的 所以就開了這個 叫瑞安集團 是的 羅康瑞創業有原因 因為他上面有三個哥哥 下面有兩個弟弟 家族企業 就好像會爭崩潰 如果你有看唐朝的歷史 袁武門之變 李世文 殺哥殺弟弟殺殺殺殺 拿著劍就殺殺殺殺殺殺 是的 不要弄到這樣 是不是 那就講到了 他講到羅進誠 即是剛剛拖了兒子出來的那個 羅進誠 他說 只有他一顆兒子 不像他那邊那麼多兄弟爭產 按照中國紫誠副業的傳統 羅康瑞名下的瑞安集團 應該是由他 去承繼的 不過 現在事實上 那個掌陀人 就變成了他的妹妹 羅寶如 是否因為他父親仲女輕男呢 是他自己主動放棄的 原來 又不是他不勝任 他說 這個文章這樣寫 他要這樣做 放棄他父親百億資產的原因 就是為他母親何貞傑出氣 出一口氣 他母親就是羅康瑞的前妻 就是朱瑞瑞之前 嫁給那個男人之前 他老婆叫何貞傑 就是現在生了這個媳婦 生了他的兒子 和他的媳婦 這樣 他說他2000年 2000年 就是結束二十年的婚姻 羅貞傑 就是生了這對子女 他說為了不耽誤丈夫創業 他母親幾乎是獨力 就是湊大他兩兄妹 並且 就說其實 照顧羅康瑞的起居飲食 就照顧得很好的 不過 就說他付出了 換來羅康瑞就是無情拋棄的 因為 他一直都是暗戀朱瑞 很喜歡朱瑞瑞 以前說到 其實朱瑞瑞和霍振庭 那段婚姻 之前 他自己也有份排隊 想追求別人 說到2000年初 朱瑞瑞和霍振庭 婚姻亮起紅燈 你漫漫想不到 何貞傑竟然跟自己家裡的男人相關 是這樣的 他是這樣寫的 原來朱瑞瑞和羅康瑞 一早認識 認識而已 不過你有結婚的 你有老婆她有老公的 那就紅顏知己 當年朱瑞瑞做了港姐的時候 原來羅康瑞就是台下的嘉賓 他對朱瑞瑞可以說是一見鍾情 不過 沒有你份 霍振庭抱得美人歸 入了霍家 羅康瑞自己也是豪門 論財論勢 也不是差很遠 那論財 他說 這裡這樣寫 因為他自己創業 其實如果他靠附陰 他在泰國那邊 未必比霍英東差差 但是因為你自己創業 你自己創業就欠人一決 有些差距 眼白白就說被霍振庭 撿了朱瑞瑞 這個霍家 這樣說 朱瑞瑞結婚不久 所以羅康瑞自己也結婚 無謂想 得不到自己最喜歡 就找過一個喜歡自己 這個寫得有多有道理 何貞傑 他當時 親生母親 他的前妻 一定是年輕美女 對著這些所謂有錢人 羅康瑞一定是千衣百順的 為他生兒玉女 持家二十年 婚姻生活 衰平淡 但是 都叫做做足一百分 就算有什麼事 都不會 我做了本份 還想怎樣 這份風平浪靜 在朱瑞瑞離婚的時候 就出事了 朱瑞瑞因為和丈夫霍振庭 因為霍振庭那時候被人拍到 又這樣又那樣 就產生了離婚的意圖 原來將這件事 這裡內地的媒體說 因為他和羅康瑞說是自己 好朋友 將這件事說給羅康瑞聽 朱瑞瑞其實也有些 有些什麼 你說對這個男人沒事 但是這個男人還是有錢 你怎麼可以正身出戶 說真的 正所謂騎牛搵馬 騎馬也搵牛 你說霍家比較厲害 我都說一億和一百億 根本上你都用不完 女人求案運而已 給你一百億 你真的給他一聲 買東西買光了嗎 沒有可能 去到大家差不多的等級 似乎我看到這段 朱瑞瑞可能 可能 就是 你說紅顏知己而已 是不是 不過我覺得 可能他覺得合適 你說自己 知己始終大家好像 知道大家在想什麼那種 有這樣的可能性 最後真的發展在一起 好 那麼 羅康瑞說 真是愛你 好愛你 為表心意 迫不得 迫不及待 跟老婆離婚 何貞潔離婚 退空位 跟朱瑞瑞進門 那你兒子當然 不行了 給我穿可以嗎 我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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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媽媽好的 這些就是他們的家事 我們又拿別人家的家事來講 對不對 這件事 很傷心 前妻覺得這種簡直是羞辱 他終於明白 他根本 那個老公 羅康瑞也不是愛自己 就算幫你生了一對子女 你為了讓這個女人入門 要劈我便劈我 真是可憐 他說離婚那一刻 何貞潔仍然有私幻想 因為當時朱凌凌和霍振廷 都沒有正式離婚 只要他們不離婚 羅康瑞就不可以娶朱凌凌 對不對 羅康瑞可能會後悔 抱著這種幻想 就叫做正身出戶 這個真的正是正身出戶 他沒有外面找個男人 你這個很難 何貞潔本身是一個良家婦女 大哥你不是港姐 港姐你還可以說你有名銜 很多人都覺得他不是明星 何貞潔 我這裡看我就不知道 我不認識他 可能以前做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有名氣的一定有傾務者 沒有名氣就不會有傾務者 所以他才是正身出戶 甚至提出離婚之後 他說在羅康瑞家附近租了一間屋 繼續照顧他的生活 這個真的不行 不過可惜他這種悲微和善意 沒有換來羅康瑞的悔改 五年後 當朱凌凌和霍振廷正式離婚的時候 再過三年了 羅康瑞真的娶了朱凌凌入門 真的玩完了 真的玩完了 他說兒子不請他父親 純粹是因為同情媽媽 是的 這樣 就好像對他父親 抗拒 或者搞錯 破壞家庭 這種感覺 似乎是這個原因 搞到當時 結婚都不請老爸 所以他說秘密產子 是的 似乎都 唉 這些 真是紅顏 紅顏 真是禍水 看到這些事情 一入豪門深似海 錢銀、名分等 這些事情 看到都 看到都不開心 也是為了錢搞到這樣 他說他當時 就是 其實他 他爸爸結婚的時候 他的兒子 都還勉強出席他和朱凌凌的婚禮 但是很難看 那些面色明顯是對父親再婚感到不滿 所以自己結婚的時候 認識你老鼠 就是那種 事實上很明顯 兩父子之間的矛盾 家族生意那些 他心想 我媽媽的善養費都過億的 一億和一百億 人都是有尊嚴的 所以我說 幸好人 有一件事 就是說 胃 窮人 有錢人 可能吃三四碗飯就飽了 否則有錢人那些多吃一點 那個貪念會更加強大 我相信 是吧 都好的 拿回一點點尊嚴給自己 那我媽媽都應該會很 起碼 起碼 什麼都沒有了的時候 都還有兒子支持自己 這些都表示安慰 不過你說李文那些 就不可能 因為那些始終不是親生 李文那些就不會 那今天的新聞 看到這裡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悲劇 悲劇 男人 就是你外面有女人OK 不過這個男人也是詳情 朱玲玲跟你的時候都幾十歲了 你說外面玩女人很閒而已 有錢人 但是她不是的 她要她坐正 非愛她不可 那這個原配又怎樣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非要她不可 有時候這些女人 都已經四十幾歲又說生過 都是換老子的幻想 不過這些事情是別人想的 自己想的這些事情 她自己家事 我們都不要管那麼多 孤零精怪 下次再見 拜拜